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猴哥财经 今天是5月1日星期六 祝大家劳动节快乐 朋友们好久不见 让大家久等了 今天这期节目想聊一下未来汽车的财报 公司在周四的盘后发布了第一季度财报 结果股价在周五盘前本来还是下跌 但是在周五开盘以后低开高走 那今天就聊一下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以及在财报后 未来召开的分析师电话会议中李斌都透露了哪些重要的信息 因为对于未来这种每月公布交付数据的公司来说 每一个季度的焦点实际上是会议中所公布的细节 而非财报的本身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财报的数据 在第一季度中 未来的营收高达80亿人民币 超出了分析师预期的75亿 并且交付了2060辆汽车 比预期的2070辆稍微少一点点 但财报主要的问题在于亏损 第一季度未来每股亏损高达3.14元 远远高于分析师预期的0.7元 所以表面上来看 这个季度的亏损远远比大家预期的要多很多 所以股价在盘后盘前都是下跌的 人们第一反应都是负面的 但是这个亏损的背后是有一些故事的 我们一会儿再说 先详细聊一下交付和营收 在第一季度中 公司延续了近期飞速增长的势头 完全没有放缓的迹象 第一季度的交付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23% 这也是19年第二季度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 另外 本季度中汽车销售部分的收入高达74亿人民币 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90% 所以都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 这个季度的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更多的交付量 以及更高的平均汽车售价 所以未来不仅在卖更多的车 还在卖更贵的车 这一点非常关键 因为说明了消费者愿意购买更加高端 更加昂贵的未来汽车 这也告诉公司不需要去打价格战 降价不一定带来更高的销售量 反而会有损品牌的高端形象 另外 也因为更高的平均售价 加上更低的材料成本 公司的汽车利润率也在进一步增长 从去年同期的负7.4%到这个季度增长至正的 21.2% 也远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7.3% 所以从盈利的角度来说 公司已经快于市场的预期 这也说明公司离整体的盈利也是越来越近了 同时 公司预计下一个季度的交付量在2万到2万0500辆之间 虽然略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但这主要是因为受到芯片短缺的影响 而这个问题 大家都是非常的了解 是整个行业的问题 并不是未来自己的问题 李斌也表示 未来产品的总体需求量仍然非常的强劲 但由于行业芯片短缺 供应链仍面临巨大的挑战 所以很明显是供不应求 芯片的短缺只是短期的 消费者的需求依然很高 这才是更加重要的 李斌也预计 到今年的下半年 芯片的短缺大概率将会被解决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那说到这里 肯定有朋友会问了 那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的美股亏损 却远远高于分析师的预期呢 利润率的增长不是应该导致亏损变少吗 实际上 如果我们更深层的去看一下未来的第一季度财报 就会发现在这个季度中 公司的运营亏损已经收窄至3亿元 这意味着运营亏损的金额同比减少了81% 环比也同样减少了68% 这也是近几年以来亏损最少的一个季度 所以从运营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亏损正在进一步的缩小 甚至大概率在今年全年实现营业利润的转正 所以实际上我们离盈利越来越近了 那这个季度 我们看到巨大的净亏损主要来自于其他一些一次性的问题 这一点我们要解释一下 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不断缩小的运营亏损 代表的是实际运营的情况 而这次财报中所说的巨大的净亏损会包含一些一次性的成本 并不代表真正的运营情况 所以换句话来说 这一个季度中 公司主体的亏损是在缩小的 并非表面看到的亏损扩大 所以在视频刚开始 我们提到每股亏损高于市场的预期 并不能反映公司真正的运营情况 而这一个季度 账面上的亏损扩大 主要是因为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蔚来汽车以55亿人民币回购了部分战略投资者所持有的蔚来股票 因为现在回购股票的价格远远高于当时出售股票的价格 所以才有了巨额的账面亏损 所以这部分亏损反而反映了未来股票价格的增长 并非实际的运营所导致的 也不会影响公司本身的业务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完全不必担心 这也是股价低开高走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 在公司与华尔街分析师召开的财报电话会议中 李斌也透露了多个好消息 都有助于股价的攀升 那接下来就带领大家盘点电话会议中的四大细节 第一个细节是关于行业竞争者的问题 在会议中有分析师提问 很多传统车企在今年的第二季度都发布了他们自己的电动车 以及智能手机制造商很多也公布了他们电动汽车的计划 那长远来看 未来是否会改变定价策略以及产品策略呢 那从李斌的回应中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的信息 第一 李斌认为从竞争力来讲 在高端市场领域 未来还没有看到任何可以跟公司全面竞争的品牌 这其中包括产品服务体系 技术以及整体的用户体验和用户社区 第二点 很多传统的汽车公司目前推出的高端产品在某方面的确有亮点 但是李斌认为从整个智能化的程度 自动驾驶的能力来讲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第三 在传感器 芯片以及很多其他技术的应用方面 未来现在在整个行业都是第一名的 所以如果把李斌的这些话翻译过来 他的意思就是 在目前国内的市场中 未来现在基本上没有任何能打的对手 而且这些将要来临的竞争者也远远的落后 前段时间 因为这些竞争者的加入导致未来汽车的股价受到了影响 那李斌的这番言论至少缓解了一些竞争的压力 当然在技术方面 尤其是自动驾驶 未来还是远远落后于特斯拉的 但是目前在国内来看 未来还是处在领先位置的 在这里也想问一下朋友们 您认为在国内市场中 未来是否处在领先的位置 以及哪些品牌能够对未来构成威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同时也一定记得订阅猴哥财经频道 并且把提示的小铃铛打开 第一时间收看我们的节目 电话会议中的第二个重要细节是关于Neopark的建设 李斌表示 在4月29日 未来参与规划的合肥市Neopark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区正式开工 这个园区计划每年产能高达100万辆汽车 预计全年总产值高达5000亿人民币 关于这个园区 李斌说了两点 第一点是未来汽车并没有出资参与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而是与合肥市政府共同规划 在建成以后 未来汽车将成为园区非常重要的使用方 但并不一定是唯一的使用方 第二点 这个新工厂将延续之前的制造合作的方式 未来将关注在制造工艺 供应链的质量控制等方面 也会投资部分生产设备 但是不会购买土地 不会建设厂房 工厂的日常运营和工人管理 会由将来公司来承担 那李斌的这番话再给大家翻译一下 我们知道 如果一家公司想要建厂 通常要耗费巨大的现金流投入到项目之中 这也就意味着很多钱烧进去 多年以后才会有所回报 所以这对于很多需要巨额前期投资的企业都是一个痛苦但必经的过程 但是未来汽车却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 通过与合肥市政府的合作 让政府来花费巨资投入到项目之中 自己仅掌握核心的技术 虽然名义上这个产区未来并不是唯一的使用方 但我们都明白 如果说这个厂合肥政府专门是为未来而盖的 那就有些太赤裸裸了 所以现在的这一套说辞才会显得更加的合理 这就是我经常和朋友们所说的未来的政策优势 现在除了国企以外 很少有这种政府为你出钱 帮你投资建厂的情况了 电话会议中的第三个关键细节是关于未来汽车的海外扩张计划 在会议中 未来管理层透露 挪威将是全球扩张的第一站 而且已经在奥斯陆选定了new house的地址 公司将在5月6日召开发布会详细介绍扩张的策略 根据到时候公司公布的细节很有可能成为推动股票上涨的驱动力 未来汽车现在还被投资者定位中国的电动车品牌 如果公布的海外扩张策略能够让大家信服 那将会是巨大的好消息 因为公司在国际舞台上并不需要特别的成功 只要能够打开部分的市场 投资者就会重新定位未来汽车 它将会有更大的潜在市场 也就意味着更多的销量预期 更高的估值 更高的股价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密切关注这方面的动态 最后一个关键的细节是与中石化的合作 未来汽车与中石化目前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携手共建充换电基础设施 目前的合作还处在非常初期的阶段 也是非常的简单 未来汽车主要是使用中石化的地方的资源 在他们的加油站建立充换电站 而且我们知道每一个加油站都有运营人员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中石化的运营人员很有可能会参与到换电站的运营中 这个资源是非常关键的 而且常常被人们所忽略 我们看到在美国特斯拉快速部署了遍布全国的充电桩 因此很多分析师认为 这也会是特斯拉在长期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因为即便现在有很多的电动车品牌加入 如果充电的问题不能解决 那任何汽车的销售都会面临很大的充电焦虑 而且想要部署庞大的充电网络也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而且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在家里为汽车充电的 充电网络的密度将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所以在中国市场中也是一样 未来汽车现在积极的部署全国的充换电基础设施 这在未来也会成为一个优势 而且与美国不同 中国大部分家庭都住在楼房中 所以在家充电变得更加的困难 充换电设施在电动汽车时代与现在的加油站有一样的重要性 所以即便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公司轰轰烈烈的加入到中国电动造车的行列中 现在充电的问题还并不是大问题 但以后充电将会变成一个稀有资源 而且很多有远见的公司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比如说美国的福特汽车就已经宣布 将允许他们的电动汽车客户在中国使用未来汽车的充电系统 因为无论是从投入的成本还是部署的速度来看 与现有的充电设施搞合作比自己去搭建更加的有效 所以我相信福特肯定不是最后一家 很快就有其他的公司意识到这个问题与未来汽车搞合作 而且如果合作方越来越多 那未来汽车的充换电系统也很有可能成为公司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所以整体来看 在这个季度财报公布以后 我认为未来汽车的前景依然非常的良好 同时也很看好公司下一步的计划 无论是新车型的推出还是国际扩张的计划 都会成为股票进一步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能给我留下一个赞和一个评论将会是对我巨大的鼓励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